你是否也关注到了,那位备受争议的王思聪,在最近的前几天,又做出了一个豪横的动作。 据说他在一个酒吧当中,豪气地为全场人员,大放付了全场的费用,成为当天那个酒吧里面,当中最亮的那个仔。 今天就来看看,这位有前任性的王思聪,他的个人小日子,到底有多潇洒吧? 有看过相关视频的网友们,估计都已经知道了,在前几天时,网上传出了一段,王思聪现身酒吧的视频。 从曝光的画面中能看到了,王思聪在当晚的时候,身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,并与多位美女在一起,那样的场面,看着十分的快活。 据爆料的网友说到了,这个为人豪爽的王思聪,在当天夜里的时候,不知道他,是出于心情好的原因,还是其他什么因素,竟然选择了在现场,替所有人买单。 他的这一个举动,再一次地让网友们,以及在场的人员们,纷纷感受到了他的豪气。 因而看得出来,王思聪除了有钱外,他的性格也是十分豪爽,并不像某些富二代那样,一边喜欢出来炫富,一边又抠门得不行。 然后除了替全场买单外,王思聪在私下的生活,也依旧是十分的潇洒。 就在前一阵子的时候,他还被网友拍摄到了,曾与六位美女网红,一起在下馆子的画面。 从曝光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在王思聪的当时身边,确实有着多位美女,与他一个男性用餐。 他那样的场面,不知道在当时,献杀了多少的男生,真是让无数的男人,看到了之后,既是十分羡慕,同时又是超恨的。 然而众所周知的,王思聪在当下的时间中,也谈了一个正式的女友,了解他女友的人,估计都已经知道了,他的那位新女友,网名叫做慎杰。 并且前几天时,当他与女友逛街时,还被网友们拍摄到了,曾一起牵着手,一起进入了一家服装店,估计又要为女友,进行了一个买买买。 通过了以上的这些画面,都能让人看出了,王思聪的小日子,真的是非常的潇洒,是无数男生们,都向往的一种神仙生活。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,也是他们向往的那一种,有钱又能玩的公主生活。 难怪有的网友,会在留言区中评价他,说他是唯一的一个,把小说世界中的男主人物,搬到了现实当中的人。 因此看得出来,虽说不少的人,都在羡慕嫉妒王思聪,但也有一部分的人,对他给出了不错的评价。 不过可惜的是,这位备受争议的王思聪,他在最近的时间中,疑似变胖了不少,变得发福了起来。 就在前几天的时候,网络上还传出了多张,王思聪的最近路透照,是他与美女们,现身一家餐厅时,被拍摄下来的画面。 从曝光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当时的王思聪,站在合影中的第二位,而且他的体型看上去,确实变胖了一些。 并且其他的照片中,也是能够看到了他,真的发福了不少,看来,在每天的山珍海味中,也让这位王校长,在保持良好体型的路上,也开始越走越远了。 但不管怎么说,王思聪在大家的印象中,始终还是那个不差钱,以及小日子过得潇洒,还有在他身边,时常都美女如云的人。 而且他的每次现身,都总能带来不少热度,纷纷吸引了无数网友们,对他的关注,以及对他的吐槽。 最后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这样的一位王思聪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他在怒吵了他的! 他在怒吵了他的!